年初的時候你其實就推介過大家買SAR-K 那時印象中就50美元留下 上星期SAR-K高位其實就見過八字頭 好 現在問你具體策略 如果你真是整體上看淡過大市的話 有貨的投資者應該只賺沒有呢? 如果真是繼續看淡的 沒有貨的 現在追又可不可以考慮呢? 有糊食很多時候都說你先吃了 會有這樣說 但問題就是假設你真是take profit 你之後打算去做些什麼 如果我覺得在2月左右那些時間 我們記得那時是例子股 那些位置左右你開了SAR-K淡倉 短線的你可能已經吃了 你開到現在這兩天 即是整個星期四兩個星期五 我們看到有八字頭被夾到六字頭 你當然會害怕 但問題是如果你take profit 其實不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take profit之後 你之後那些錢拿來買什麼? 是不是反過來買SAR-KK 還是你去做其他好倉部署? 即是如果你繼續去做淡倉部署 我們都說了 美股跌了很多 短線看近你兩個家的日子 好像做一些技術反燈夾淡倉 好像META那些 出完業績之後夾了很多照片 但是不是代表META特別好? 我覺得不是的 所以如果你維持一個中長線看法 你還是要繼續看淡美股的話 那就繼續拿著 大不了輸少少 但是你不是八十多元就去追 但是假設你現在想去追 你又想想為何這些位置才進去 我先提醒大家 現在這個圖不是SAR-KK 這個是納子的圖 所以同樣地 其實你都看到納子一樣 像SQQQ一樣 你夾了很多很多 你突然間這些位置出手 有些人就會說 夾了兩天差不多 可以夾三天 可以夾四天 所以如果你做短線部署 就不會這些位置突然間出手 甚至你可以在納子的圖上 從14000左右的水平 掉下來的下降軌 你夾到可能多5%左右 1000點左右 就開始開淡倉 但是那些位置到時候才算 短線不能想為三四天後的事 所以你做短線部署 第一方面 美股一定要維持一個彈性 你一定要看得很實 會是一個 對於香港人來說 你不用睡覺 你突然間睡覺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時可能睡覺 前年都是跌不下 沒事 睡完之後 就突然夾很多 這陣子彈日轉向 很少出現 所以如果你真的這些位置 想看淡 我覺得就分住策略 至少短線夾 你不會夾得那麼傷 還有你會有彈性部署 夾得坦遠的時候 就會慢一點混合 但是如果你開始 下去的時候 你慢慢混合下去 好過總是 你要記住任何 在牛市 紅市上面 你一定會摸頂 你一定會在低位上面 一定會告一個問題 有沒有轉捷點 而已 我覺得未來 通常股市上面 你要出現一個轉捷點 好像廣告 我們近期都看好一點 一個原因就是三月份 經歷過一些真正的紅衣 恐慌性炮售 那些波幅指數 去到一些比較高的水平 那些位置做部署 可以考慮 但是你突然間 你說這些位置突然間 搏長線 以往沒事 那我們就不發算 所以美股主大問題 其實很多專家都是這樣看的 沒經歷過一些恐慌性炮售 現在只不過很多人 就是過去把兩三年的錢 押出來而已 但是不代表他們會指示 突然間平了 然後那些東西就升上去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開淡倉的話 不要太過進取 因為已經跌了很多下跌 但是大方向中長線來說 是看淡一點的 要落到一些什麼水平 標普好像說 2020年高分之後 其實都沒有去到高分底 不會想要落到高分底 落到高分底 就是經濟水腿 大約九月那些位置 三千六、三千七、三千八 差不多的水平 開始慢慢捉底 不用心急 那些位置 捉完底之後都會整固 所以暫時來說 你見到其實急跌反彈 不是什麼特別漂亮的整固勢頭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 分駐策略上還是向下 但是如果一駐過的話 真的少做少錯